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访谈中,谈到了社会上热议的啃老现象,他直言不讳地说,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年轻人。 这话一说出来,就好像给那些被啃老标签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,送来了一阵凉风。 白岩松认为,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,他们不仅要应对高房价、高物价,还要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,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 而一旦工作稳定了,紧接着就是结婚、生子的压力,呼吁大家要理解和同情现在的年轻人。 他说,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,他们不是故意要啃老的,很多时候,他们也是被现实逼得没办法。 因此,他认为社会应该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帮助和支持,让他们在面对压力时,能够有更多的选择。 在这个快节奏,高压力的社会里,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,年轻人也不例外,他们或许有时候表现得有些焦虑,有些迷茫,但这并不意味着,他们就应该被贴上啃老的标签。 白岩松的这番话,无疑给那些正在为生活努力奋斗的年轻人,带来了一丝温暖。 他也用自己的影响力,呼吁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年轻人的处境,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